大家好,我是李元辉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元辉修行 这期主要和大家交流一下 如何理解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我们东方国学文化 或者说东方哲学所独有所特有的精神 讨论这个问题是由于一个师兄发的私信 这位师兄说 修行者要先把自己的身体修好 健康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自强不息 丰一足时 把人身边自己身边的关系都处理好 家庭和睦 幸福 然后再考虑 然后再考虑 注意这里是重点 他说然后再考虑 与天地万物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后面的语气词还是一个霸 是一个不肯定的语气 其实从这位师兄的这段话 就能够发现 这位师兄是很实在的 想必这位师兄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不过这位师兄的话中是存在有潜在的矛盾的 他口口声声说要天人合一 但是却在 却潜在的把天和人又分裂开来看了 我们大家来看这位师兄先说把自己的身体修好 把自己周围的关系都处理好 实现所谓的风一族时家庭和睦之后再考虑天地万物 再去考虑天人合一 约会这里就要问了 我们自己的身体难道不属于天地万物吗 我们周围的关系难道不属于天地万物的关系吗 我们周围的家庭包括我们所有的物质财富难道都不属于天地万物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的身体属于天地万物 我们周围的所有关系也属于天地万物的关系 我们家庭包括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属于天地万物的 当我们修行人要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搞好的时候 这就已经是天人合一的行为了 当我们想要把周围环境关系处理协调时 这其实也已经是天人合一的行为了 当我们的家庭和睦幸福丰一族时的时候 已经是天人合一的行为了 而不是说身体健康了 家庭和睦了 丰一族时了 周围的关系都和谐了 再去考虑天人合一的问题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丰一族时 周围的关系 这些所有的琐事的内容 都是天人合一的内容 这位师兄虽然口口声声天人合一 但是背后的逻辑却明显是把天和人割裂来看了 这样的错误 我们其他修行人一定尽量不能再出现吧 这里要非常抱歉 这位师兄发的私信是过了很久才看到才回复了 大家尽量发评论 视频下面的评论的话 约回会尽量的一一回复 然后大家都能看到 你直接发个私信 经历实在是有限 私信有太多 确实有时候会忽略 确实看不过来 也请大家见谅吧 下面我们就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的概念 稍微展开点内容 因为这个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 涉及到东西方思想文化 包括是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别 天人合一这个思想概念是我们中国传统化的特色 换句话来说也是我们中国哲学 东方哲学所独有的一个理念 在西方哲学里面 天人合一的概念往往是互相割裂的 他们考虑问题也是把天和人分开来考虑的 就像这位师兄前面说的那段话 先处理好所谓的生活中的琐事 才能去考虑天人合一 殊不知那些生活中的琐事也在天人合一的范畴当中 理解天人合一的境界的关键在于明白这里的天 其实就是道家所讲的道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道 我们去看我们去研究古时候的经书典籍 往往会发现 所谓的天所谓的道 往往是经常混用的 他们是通用的 人作为天的对立面 人作为道的对立面 往往又属于天又属于道 这两者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具体描述如下 人和天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 但是又相互统一于天 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人和道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 但又是相互统一于道的 为啥说两者是对立的呢 因为没有人就不会有什么所谓天的概念 这个所谓天的概念是出现在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当中的 如果没有天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人 人要依赖天这个外在的物理世界才能得以生存 得以存在 外在的物理世界都没有了 外在的天都没有了 人自然不得以存在 那么为何又说人和天是相对统一的呢 因为人和天是互相依损的关系 没有人不可能会有天的概念 没有天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就不会出现人 所以两者是互相依损 两者是统一的 我们接下来要更加深入 那么为何说人和天是统一于天的呢 而不是说人和天是统一于人的呢 因为人和天的关系虽然互相依损 虽然互相统一 但是如果没有人虽然有天的概念 如果没有人虽然没有天的概念 但是天依然可能存在 如果没有天的话 就目前人的经验常识来看 人作为天作为物理世界的一个分子 如果天不存在的话 外部环境不存在的话 人是不可能 人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虽然人和天相互对立 又相互依存相互统一 但是天的范畴始终要比人大那么一点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人和天互相统一于天 而不是互相统一于人 把上面的这段理论的天换作是道 这两天和道的概念互换 放到上面的这个理论框架里面 是同样成立同样适用的 约会在很小的时候 就考虑过以上的这个内容 这是碰到赵伟师兄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给大家分享展开一下 这些内容是非常抽象的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国学哲学 文化上的根本问题 这些问题这些关系的描述 看似在搞一些理论 和现实中的实践关系并不大 事实上如果在生活实践中 在修行实践中 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会早晚碰到上面这些根本问题的 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 也会帮助我们在实践中突飞猛进的进步 当然大家不理解也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是抽象的 以后有机会 冤回会继续将上面的内容 在冤回哲学的相关内容中 给大家展开的 当然以上的内容 只是冤回的个人见解或者经验 仅供大家参考不足为论 如果有问题或者需要交流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批评指正 另外大家如果也觉得有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 收藏转发推荐 让有限的内容发挥 无限的力量帮助工作的人 您的点赞支持 和也会增加内容的更新频率 关注冤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